记者肖庭峰台北报道,选战倒数半年,各党已正式提名市长参选人各自备战。 国民党参选人丁手中近期野马不停提琴跑市场败票,争取支持,丁出席金基层活动被媒体问及未来选战策略表示, 国民党现在穷,要用穷的方法打选战,断其琴跑基层,串联组织, 不过现在年轻族群也常用社群网站与平台传达讯息,要用现代科技打选战,大型造势,站台能减少就减少。 丁首中金下午出席小树苗立志奖学金颁奖典礼活动,被媒体问及前总统马英九对外表示丁卫向他邀请站台仪式表示, 已经去拜访过马英九了,怎么会说没有,都有礼貌性的去拜访,当时马说有事都能请托,自己当场就会一定要拜托,也得到马全力支持的回应。 丁首中也说,现在都在拜访基层,谈找谁站台都还太早,自己联请选总部也要很晚才会成立,要打一场不同的选战。 丁强调,初选之前自己都没有上任何媒体,就是跑基层,利用现在的社群网站,平台或line打选战,国民穷,就要用穷的打法,自己过去也是用节俭的方式,现在要用现代科技打选战,传统打型造势,动员,能减少就减少。 此外,近期外界民调看好丁首中,加上民进党前副总统吕秀莲可能脱党参选,面对乐观局势,丁首中紧回,民调高高低低,选举起起伏伏,还有五、六个月我们持续努力,尽力争取各界支持。 外传姚文质将找2014年立委选举在市临北投区击败丁首中的立委吴思姚担任竞选总干事,丁首中被问及此时笑答,姚文质找到美女总干事,声势一定马上会往上冲,相信姚文质很快就会达成民进党的基本盘。 感谢观看